平安 現在我們今天市府北方大樓 市長 我們就重新開始好了 請你用力20分鐘來 請市長報告 好 謝謝主席還有各位議員先進 很抱歉 我再度重新開始 我剛剛都沒有講台電的壞話 自從我來當市長以後 我就一直覺得說 有一些事情 為什麼可以拖了那麼久 所以我就想說我來出京存厚 在這種非常節儉的這種天性之下 總是看到一些東西放在那裡 覺得太可惜 那當然包括這個 我們遠藏39年的後轉中心 我們來想辦法把它完成 或是說入水處理道等等 甚至說在這個鐵路高教化 也是靠著我們這一屆的議員 以及我們這一屆的宿府的努力 我們把它鐵路高橋要租行 那我們今天要報告的是 有關我們這個所謂的宿府中心的北洞大樓 為什麼延宕這麼久 那我來了 雖然一方面在用南洞大樓 做我們的宿政的一個市民服務中心 但是總是覺得說 這個北洞問題不能不處理 還是要處理 用脫 以脫代變 應該不是辦法 所以我很高興 很誠誠的希望 我們這一次的 這一屆的宿府 跟這一屆的議會 能夠把這個全民老案 能夠一起解決 所以以下我就用這個計畫的嚴格 當初總會有這個計畫 以及兼費的問題 對於北洞大樓 為什麼會拖這麼久 他有什麼檢討 他有什麼缺失 那缺失以後 我們大理上怎麼樣跟他 來互相互動 這個以前的市政府 以及我們 最後我們在報會 報恩來審議 以及MCA宗旨的部分 來做一個報告 那未來如果這個 這個華麗的這條路這樣走 宗旨的契約這樣走 那總是要開始 那開始以後 要來做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的計畫 方向 以及預期的成效等等 那目前進度來跟大會做一個報告 有關這個興建計畫引起 這個是因為以前嘉義市政府 在這個 舊的這個市政府大樓 的確是老舊了 現在已經有幾部分 一部分的變成歷史建物 那加上所屬機關 有一些稍微有分散 那市民的轄工 比較不是那麼方便 所以張柏牙前宿長 在八十九年 就跟我們地方社宿生 到興建拜會蕭前院長 那蕭前院長 那也非常非常的慷慨 就補助了二十八億 來給我們 蓋這個嘉義市的這個宿政中心 那這個 岩哥講 其實是我們 變成省霞市以後呢 真正的一個宿政中心 就在現在的 藍洞那裡 蓋起來了 那北洞的部分 那時候是有整體規劃 結果藍洞先蓋 那九十四年七月 終於完工於啟用 那後來就好像 因為那時候有準備 要繼續蓋北洞的樣子 但是因為那時候的設計不符我需求 所以一直都沒有花包行政 這整個工程館 這個按照歷史的紀錄 就是三連 那時候的行政院合力的是十四點七億 但是後來因為有物價調整 加起來一共再增加七點八億 這個是北洞的部分 南洞已經用完了 所以合計補助二十二點五億 那補助經費已經列入行政處的 九十二年度的預算 那我們市府送到市議會審議也通過了 那這叫宿政中心 新建計畫特別預算 宿政中心 新建北洞大樓的工程的設備 投資房屋建築及設備等等 但是這個因為 拖延很久啊 事實上是 從這個錢玉甄市長 開始在南洞辦公以來 那黃民會市長也繼續在這裡辦公 但是北洞其實等於都是沒有在洞 沒有真正的在建築 只有在文書上來回來回啦 所以我接任以後呢 當然就繼續用南洞 那北洞這個部分 就開始去檢討一下過去 原來發現以前的書政府 跟這個建築書之間 有很多的一些爭議 甚至還有修改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想說 那至少我們先把這個錢穩定下來 所以我們那時候 由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何副市長 他進去找前衛人部長 那爭取經費繼續保留 然後後來我就跟何副市長 也一起再去找前衛人部長 我們有兩三次的見面以後呢 他們主主說 對這本來就是要給嘉義的 那錢的部分 還是繼續能夠保留下來 所以正式來喊同意 那這個我們心中的大師頭 就先把它放下來說 那至少錢是有了 那再來怎麼辦呢 那我們把歷史看一看 原來市中心的一些規劃 是有一些切施的 甚至到達101年 還特別為請建築書工會來鑑定 那他們的結論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以前用的南洞大樓 現在也福建很多設計 延伸使用或管理 問題是困難 那其實這件事情是在那個 聽說那個前市長 救治不久 就發現這個漏水的問題 或其他的問題 那這樣子的話 的確是表示說在設計上 或是在那個監工上 營建上是有一些問題 那這個別洞的設計內容 如果跟南洞完全一樣的話 它不管配置材料顯用 都相同 但是這南洞以前 才蓋不久就發生了問題 那時候恐怕會有相同的爭議產生 那這種南洞 我們再檢討一下 它的能源損耗 跟建立建築 跟環保的想法違背 也不符合這種需求 這兩個是建築書工會自己寫出來的 那我們看一看的確也是這樣子 那詳細的部分 我等一下講完 有關這個崔書也好 能源使用也好 這個部分 我再請行政處 陳寶東處長 來做更完整的說明 或是接受大會的垂行 那蘇政中心的這個規劃切書 還有包括北中大樓的圖說 沒有辦法有相關地建築的檢討資料 也不符合結論減探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們每年的蘇政中心的南洞的電費 都是蠻大 那北洞還是一樣做 那恐怕這個負擔更大 所以這個既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嘉義的大建設 這塊地啊 剛好在現在的宿府的對面 也剛好是在宿中心 其實是蠻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還是應該要好好的來演繹 國話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們就在報請行政院來審議 那105年12月20日 我們就再去跟報復行政院審議 當然這個都是書面上的 書底下我們當然也去討論 拜託 還有這樣子 所以在105年12月20日的秘書長 他的含糊是說 考量嘉義士政府在搬遷自南洞大樓 發現有嚴重的一些耗能的問題 維護成本的問題 空間配布不擔的問題等等設計的缺失 還有原來的規劃設計 今天到近來已經11年了 可以說是孰空有所不同的 北東大樓如果沿用沿設計 將不符合節能減碳及立建築等等建築的規範 所以請我們 你以沿規範設計及建造技術服務廠商 宗主企業即將南東大樓 這一款多少支援以沿技術服務 中企業所應付的金錢沿著同意 這個我發現你已經比較白髮眼的說法 其實意思就是說 我們去跟秘書長討論來討論去的結果 其實有幾點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的宿 現在的中央已經不再補助 大家蓋彈弓大樓 這種蓋電室已經沒有了 但是嘉義士是因為這個特殊情形 所以會永利保留給和門 但是永利保留給和門 這種諸多設計其實怎麼辦呢 他說不然這樣好了 你們要衍生的費用原則 同意你們在中央補助的費用裡面支付 其實這個一億三千萬 它是書面上寫的這樣 其實是後怎麼樣 真正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反正就是給你這麼多 二十二億都 你這裡面全部都去解決 你自己去解決 他們都同意的意思 因為在這樣子用文字遊戲 大家搞來搞去玩來玩去 這個等於是延宕 又再延宕 這等於是對於這件案子是不好的 所以行政院民事長他們也很清楚 他們說這個部分 如果嘉義士要怎麼處理 只要能夠趕快把這件事情解決 他們的原則上都是同意的 簡單講 但是文字上行政院的那個內政部 內政部當然他們會說 這個 什麼 正以市政中心上乎使用 金平各位強化市民需求 謀求市民最完善的福祉 必實現符合市民需求 請嘉義士總重新理記 基督要抱怨 這句話的白話文就是說 不要再給你們觀念使用而已 要以市民最完善的福祉 市民需求 市民服務 簡單講就是說 希望我們 這一棟這麼好的大火 應該給嘉義士最大的應用 以嘉義士民最大的俗用 然後這個 補助金的為上限 這個其實 這個是寫的也不是那麼正確 反正它就是說 我們把恩來的決議款 加在一起 這個就是給我們的 按你們注意去處理 沒有再多了 沒有再多了 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你們怎麼用 就是我們在俗用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們就按照這樣子 按照這樣子 我們就在106年6月1號 就這個月而已 我們就通租郭諸小建築事務所 當然在這之前 我們有很多行政上的來來回回 甚至法律上的來來回回都有 這個部分 如果需要知道更詳細的 等一下前保重次長 再來做更多的說明 所以我們就直接跟他說 宗主市政中心新建工程 委託規劃設計及建造技術服務的契約 我們就跟他終止了 那這個當然法律上 各方面我們都非常非常清楚 那到這個之前 前半段大概都是 何聰文 副市長 因為他是患瑞學專家 那他在那個 在台北大學也蓋了六棟大樓 所以他有非常多的這樣子 跟這個設計師廠商之間的 來回折衷的經驗 也全部都完滿解決 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 都是由他來做主要處理 那未來 北大樓 這麼好的一塊土地 在這個地區中心在這裡 我們該怎麼來用 才能夠對市民最好 那這一塊土地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 吳鳳北路 什麼這個東西 而且很單純 是全部都是市政府的土地 而且細細角角 剛剛好 5500坪左右 按照舊的規定數 50%的建幣 跟250%的容積 這個我們正在檢討中 那未來總之 我們認為應該 給市民最大使用 所以要以人們關懷的友善環境 那只有市民為導向 的多功能大樓 這是我們跟行政院 內政部 大家討論的結果 以這樣的方式 他們才同意給我們 就是說 這個部門是應該要這樣 第二個 當然是要節能 有戲 智慧科技 綠建築 這個是對的 最好是蓋出來 不要像南洞這樣子 被曾經被人家 說這是叫做什麼 讓一堆想 第一名 第一名 很難看 我們都一個新地標大樓 這大方向 大概是目前這樣子 那我們預期 新的大樓 要立建築 智慧建築 標章 變成建築典範 第二 市民最大利用 所以我們會變成全民共同共享的 雖然我們這個數字的東西不動 但其實是以市民為中心的 使用的一種大樓 那創造人們關懷的友善環境 做市民生活數碼展示的場合 也是裡面的功能之一 環境營造跟環境共生的 市民活動館場 因為這個一定有五千五百平 我們不需要蓋那麼多 我們只有蓋40% 兩千兩百平也是過大的 我們總是留一點綠地 留個三千坪之後 來給那個 我們市民能夠來好好的 把它當成市民廣場 那這個部分也是我們日內說 這個也是好的 那大方向是這樣子 詳細的當然要靠這個建築師 不管是國內、國外建築師 他們的頭腦 他們來啟動 那本大樓興建計畫 我們五月五號已經給行政院秘書長 經歷政部的活動中間 那我們既然這塊地中有寶貴 所以如果說中央的補助就是二十幾億 二十二億多 那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要讓市民得到最大的福祉 有沒有可能用民間參與的方式 來更加把這塊土地給市民做最大的應用的話 我們就想說也可以用促倉的方式 那已在六月三號已經 內政部行政院也同意了 而且他們還同意我們補助一部分的錢 那我們配合四十萬而已 一共四百萬來做 這樣子促倉的一個規劃的推動 那非常非常的感謝 我們市議會也原則上同意 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因為用促倉可以上這棟大樓 或是這塊土地的使用達到最高極限 這個是我們這個市政府責務旁貸的一個責任 以上我簡單報告 如果有什麼其他更詳細的 在錢的部分我們這個主席的黃市長 他可以做更多的說明 未來的使用 這個我們可以請公務次理事長來做更詳細的說明 當然說明的包括我剛剛講的 都是我們行政上的努力 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大方向的說明 真正的未來恐怕是要有市民更多的參與 給我們更多的意見 議會給我們更多的一些支持及建立 那加上好的建築師 那國內外的建築師能夠來提出更宏觀面 更地標型的 那這個地標型一定要建起來 就變成我們這一屆的議會 跟我們這一屆的市府 大家共同的一個光榮感 我們的成就 我們在一個最好的肉質 再是一個地標型的建築 這個絕對是在我們嘉義士的歷史上 應該我們會有一定的那個credit 那共同來享受這光榮 以上簡單報告 請我們議會多多支持 謝謝 各位同學 現在土市長已經報告完畢 到我們中午12點以前 都是今天尊教我們今天的先後順序 來發言 第一位我們邀請廖天龍議員發言 大家好 師兄 大家好 師兄 我 我覺得要先澄清一下 就是說 我聽有人這樣說 我們議會 議會 當然 有去拿到 建築師的錢 有人這樣說 那我就說 那事情就嚴重了 所以我去了解之後 其實在那個 我們是第六個嘛 是在第五個時候 那裡當然有人 說在議會 鐵師長都是數啦 他說 有議員 有議員去拿到這個錢 那現在我覺得 我是覺得這樣啦 既然這樣說 我以前有這個說的 我覺得說 應該 說的那個人 譬如說 欸 要說什麼人 沒有去拿到錢 這樣不知道 要不然現在 如果這樣下去 我覺得 我們這裡 當然大家 像以前的那時候 那時候 都有這個行為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我記得 要說這個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一定要 像這個拿錢的事情 一定要有正義 說出來 指定什麼人 這樣我是覺得有正義 這樣我是覺得有正義 如果用污泊戰術的 我感覺這沒有負責任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最後那時候 如果有人告那個人 指名的一個比較好 這是我一個 一條就對了 現在再說 這個 過經歷時 他曾經找我兩代就對了 但是 我都沒有等到 他就都去 我的服務所而已 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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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花生 但是 他去的時候 我沒有等到 他也拿一些東西 去我服務所 放進去 我聽到之後 我就隨時 說 你把我 趕緊用掛好的 我把他拿回去 他的住宿 兩次都是 我把他拿回去 所以說 我今天要說 等一下說 欸 我想說 我為什麼會這樣做 所以說 這個 教徒師 又 政黨也要靠到我 他說 叫我 支持公道 祖祖公道 我說 我到底支持公道 但是 就是市政府 叫他出 該有 你說 該有 你就看見 你的管理 你該有之後 在那裡處理 你要有意見 你不能說 他說 當市政府沒有叫我去 都沒有去條街 那這樣 那是你的管理 你要去 你要去信證 你知道嗎 譬如說 因為你在該有 裡面在那裡 叫阿拉斯亞 就叫叫走 然後 那些政府有夠 阿公國人來的 給他 我們 我們就中央 就算說 我們是一個整個保留法 要等 該有 就使用嘛 所以我們也不會 用到我們政府的錢 喔 第一行 阿就會說 阿你如果說 把市政府調到不行 那你就可以 去處理 兩個人的董事 公公主委員會去 去裁定嘛 阿你如果去裁定了 大家都沒有緣意 你這個故事嘛 這是我感覺說 你應該要走的路線 阿你是比較近啦 阿你如果直接 要用過的齁 我看是 還拖了十八年 涼涼了啦 所以我還是覺得 你跟市政府 去解割 你如果沒辦法解割 你兩個董事 都送 公共委員會 這樣去解割 我是覺得比較近啦 所以我是覺得 應該要走這條 可能比較好 這個 我記得我 第二回開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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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民會 第七階的首定會 他還要做北董的時候 我當時 算是反對 說這個建築書 不行 因為他林董 在設計的時候 有三樓 三樓 都沒做 沒那麼矩的 都沒有做 就是說沒做 沒做樓踢 沒做樓地板 就對了 好設計都流的怎麼這麼厭 也會流 有的沒有的 塊太多 我是說不要做 但是那時候的 市長說 我們都已經可以簽了 都兩棟做一次簽的 所以說一定要讓他設計 他設計之後 也提出我們的建築接著 市長也同意 這個建築接著 同意喔 之後 只會說 欸 不行了 你要改立建築 所以他拖一拖拖拖拖拖拖這久來了 當然 我是覺得說用拖拖 我們剛才說不是辦法 所以市長 用這個辦法 我是覺得 我故意是很慎重的 為什麼呢 他說 啊我還要改建築用途 我不是要跟他以前的辦公室 所以 我就沒辦法好這個案沒辦法給你做 所以我直接跟你介入 看改動啦 要怎麼處理 那你就怎麼處理就好了 那你也是一次的改冠啦 不然你拖下去 對建築書也不公平啦 對不對 他現在再拆了個拆拆 咱拆了個拆...拆了個拆... 十年、五年那拆,大家都肯 過後也就是余吃虧了 所以市長,你的方式我最貴重 在那時ери musa,每一次借一個 Nu Keller heading 另一個月 frankly政府有最後一個自行做功夫 你好,我覺得這個是孩每天說 現在我再來說 我們現在在 你看看 就是說 用MTO就對了 MTO我們 當然也覺得說 MTO到底是什麼東西 就喊著聽到的 就是說 出土地 還出錢 這樣瞭我現在說 自然 到底我們就有土地 也有錢 我們是不是說 國民黨中心裡面 對 用Ot案的 跟這個MTO 到底有什麼不同 先說明一下 請圖市長 主席 謝謝廖天龍議員這個肯定 的確 長痛不足短痛 我談到郭市長 這不是人動 他不是說去找你而已 他也有找我 在那邊找我 在那邊找很多人 等下委員長在那邊說 他說我是郭祖強 你待會兒他沒有時間 也沒辦法 未來的確有一些機會 像我告訴他 現在當副市長 所以教官副市長是有一些 你也要幫我手 你也要幫我手 他也要幫我手 我現在是這樣 大因子就是 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長痛不足短痛 別再說 再來就是說 人家的潛力還是要給人家保存 保護 所以我們不是要它刁難 他可以用 剛才你說的那些方法 那些都立書館建立 他是可以去邀請 協調什麼 就是大家的協商 但是都可以 反正都要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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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對 我們就要潛力 對 所以說 這個什麼 OT 或是BTO 這個報道是這樣 我只有一個大方向 我們現在是一個大方向 你競爭就不夠 不夠 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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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拿六七億 那是說 鋼鐵漲價 真的不做事情 就是說 這個土地這麼寶貴 如果我們夠改的 夠立標的話 我們自己用 自己用 可以去 輕人說 別人還來盜用 可以 我現在講一下 可能是你的意思 方向是這樣 但是 你做OT案 你做OT案 是說我們都蓋好 要交給他 我還說幾年 大家OT案 那有說OT案 這部分 你知道我現在說 叫做OT案 就是要OT 你BTO的意思是說 我們就二十億多而已 是 我們蓋上機棟 有可能三十億四十億 對 才會蓋上機 可能人家說 多少錢 對 每個共同出錢 對 來做這些東西 做好 要完全這些東西 因為沒可能 再幫我們補助這些東西 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就要 照顧民間的錢 對 合作起來 對 我假設我們蓋到二十六 齁 市民可行為二十六 但如果他够要去10號 因為這10號棋的人出錢 就是讓民眾多有10號的功能使用 我們在這個肉堆把這個功能達到最大化 這是我的大方向 當然沒有我去那補 20號我也是竊得竊的 也不是說收錢 但這個部分我是不是 如果我進一步 比較詳細的設計 我認為這東西一定要做生命 你要分析說到底 後天案跟MTO 我們取負 以利弊在什麼地方 對嗎 我們如果做這樣是比較優利 或是比較優利 以前要選我們最優利的做 我們不可以 我們自己蓋上那一多月蓋起來 也沒有排除裡面有一部分可以後天案 意思是說你協助我 例如說 假設有一個賣場的賣場的賣場 還是什麼 那才會通過我自己經營 所以那個部分是另外一部分 不過詳細的 這個部分還是要請你 我們要評估 我們要評估 所以說400萬就要評估 就是要評估 評估到底是怎麼做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 廠商也是有利存才可以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你現在 現在醫療 可能我們評估出來之後 出來 還是說行政 行政要先同意 對 對嗎 我們現在發文期了 他如果同意之後 我們這裡可以進行 我們這時候應該是 沒有啦 那些不同意 那些不同意就對了 他不同意 你如果國民下來 有同意 我們也可以開始進行 對 所以說 那時候進行之後 有一個評估出來 結果 整個月之後 他們就說 欸 到底是怎麼做 對我們最好的 大家知道嗎 是 那時候這裡 一定有做什麼切 小麥就是 我們自己去 自己的保母 沒關係 保母是我們自己去也可以 對啊 所以說 這是說 但是就是 沒有業縮立場就對了 沒有沒有 對我們最好的 對 我們就是要這樣做 對 現在政府中央政府 完全抱著這個態度 來教我們互動 所以 現在非常好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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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市長 南北東 這在89年第五次的時候 市區的第五次的時候 我們現在 做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就 風風烏烏了 我們第六次 我們料理人都第六次 你知道嗎 那時候就開始在了解 我們南南裡面都在查 對 在89年就開始了 一個 產生建築書之後 開始外面 十一五次 到 民族的秋棟 到十四年左右吧 一九年 那時候 平族的一陣子 我一陣子很多 百 對 但是 風風烏 並沒有 我們並沒有 去 實質上去講 就是說 有任何違法的事情 當然 要做違法的人 也 很會想 在灰色地帶 要抓也不抓好抓 包括你也一樣 你如果要做違法 你也不說這樣這麼傻 大家會想 所以都在灰色地帶 要抓也不抓 事實抓也不抓 但是 問題遇到了 對嗎 那中央的全亞補助 在北伊東 南東要去好了 北東 而已經 基本設計 社部設計 而已經 六 九百七十一萬九千幾塊 現在要不肯定 要不發報 這個問題也是 一定要 速度 改關 做一個了斷 看要再握一包 要再做什麼 所以剛才廖議員說得對 你任何義盤 你應該速度 跟建築書 看要怎麼改關大家 做一次改關 說起來也是錢而已嘛 是可以改關的 他就沒辦法改關 兩個借了 要不去公共工程委員 去那條街嘛 對 這應該是會改關 尤其 中央 技術中說 就跟你說 南東的借議員 借的三千塊 十六萬 六千九百六九五 這條 讓你去處理這些 喔 客洋中主企業 衍生的相關問題 這以前在 文明的時代中央是不敢 所以他一定沒辦法處理 因為中央既然說 你們這個 尤其有救分 這條是專 專門的 專門的 那是要讓你整個設計 鎮造到鎮定的 他不敢 萬一那些 你那些 你那些 什麼公共呢 到時候 中央也沒有人消 到時候就要市政府便宜上 要去培人 所以市政府便宜上 要經過議員通過 如果議員通過他就麻煩了 既然中央有 原則同意你去處理 你先用這條 市政府三千塊的 縮縮三兩國會裡面 你去經濟還沒有 結管嘛 對不對 之後 我們來做一個改動 再來 你買的時候 這個機關用這個 你要投資教會 公共設施 目標 使用辦法 你現在去中央 這樣有辦法 去中央那個 這個 使用辦公 你把它修正 本來可以用的 你還可以 我看還可以 還可以 我看還可以 餐廳 國際餐廳 餐廳 百貨商場 商店街 超級市場 特產店 這可以做商業使用啊 所以當年 是比較多 這不只可以做辦公大樓 還可以做其他的商業行為啦 所以你現在就是先改割 速速改割 再來 你要確定 你現在要做 做目標使用 你要做辦公大樓 要做商業設施 你 你是要用 你什麼要用 統包 要用最有力標 喔 最有力標 最有力標 齁 不要用誰啦 這如果 很像我說喔 都白標白白的 統包就是齁 整個社區跟工廠都白白的啦 做一次發包啦 啊最有力標 你就知道 最有力標 如果 新政院都要這樣 問館在弄啦 這就是 台灣政國館是很重要的 上街後 你比較公開 透明 做一個明確 我要做什麼 使用 啊 中央你要確定 你給我 核定 發出你還有多少錢 要給我 是不是像你們說的 二十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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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到 你公司回來 我就報到五千 你警方要給我確定啊 你確定下來 你確定下來 但是你怎麼知道這個動作 再換一個建築書 這樣我還算算的啦 既的家 通常公共的 給人家新的家 要再開差不多一億 二啦 算算的就差不多兩億 五千 要解決也沒關係啦 要解決也沒關係啦 要快點解決啦 啊 再來你 你 你市民運動中心 你誰的 你用了 還有一個財政簿 還有一個租餐 還有一個VTO 那什麼忙的呢 啊你到底你是在 民運動中心的概念 那是用租餐 跟VOT的租餐 的概念 那是 要鼓勵民間來投資 政府沒有那麼多錢啦 像我們市政府 就有這堆 五千百幾百 這都不經地 雖然機關都不經地 但是要讓多目標使用啊 對啊 那時候我們政府就沒有錢 民間你來投資 你來幫我們蓋 看要蓋十後二十後 你來幫我們蓋 你投資資 蓋好之後 我們可以 無償 還是 做一次 還是分做幾億 我們怎麼會 建設經費 我們怎麼會給人呢 啊如果無償 無償可能 但是你的身 經營錢 經營使用錢 你就要比較久啊 我們不用錢 但是人生的人 在商園商 將分求利嘛 你一定我花多少錢 你都沒有錢 無償的錢 你看要做三十年 五十年七十年 啊不然你油廠你錢 看要做一次給我 啊不然分做幾億給我 啊我們現在是 建築經費的先 工廠經費 我們現在中央專業報道呢 我們現在就做VTO 對吧 我們現在就自己 土地自己 取消 工廠 工廠 中央專業報道 我們也能夠 做目標使用 設計 然後我們辦公 聽誰用的 用的就這樣了 我們蓋好之後 再來做OT 那款我們會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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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母、你們嬰兒 問看我說的這樣有你 你這次婦女隔壁問看 他們會這樣想不下去 對不對 如果沒有 你公阿嬤伯伯伯伯看看 看人家這麼好 人家外面會怎麼想 欸 你要用市民中心 你用同胞用最有利標 你就要做主義了 主義人家外面的看法 來行的我這麼多嘛 人家會做主義 這放這麼久了 這情依情這麼大 要特別主義 對不對 你我這樣 在外面說啊 那姓林萬口的內道德 但是你做的 人外面的人認定 你難道女昌 你黑白夫黑白婦 這樣就做不好啊 事實人家說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土建人家沒抓到 都沒尊散 大家也沒有 我是跟你合意跟你說 我們要做這個工作 這已經十幾年了 在你的青頭 要速速改革 在 慶安宮的建立書 說說的 對不對 一半月剛好 兩半說 對不對 幾幾三千幾在這裡嘛 中央就要經營 就當然了 說 說啊好 你說說 說不好你不要說 他說,你去過,阿嬤讓我感到在塞五碗片,你去過, 你笑著你,你就過了十年、八年, 一樣塞這個,這不是一樣形勁啦, 用這個態度,我覺得很好啦,對不對? 兄弟在用形勁,也要還有三分力, 你用這個一樣形勁, 你們會創一個九檔的,還給你創一個十檔的, 這條命好可憐,會讓你創大的, 我們不用做到這樣啦,可以說的啊, 有錢我們去,大家去條街啊,去公公公成員, 條街好大家的心感情緣,沒有你立下這個惡力啊, 中台鎮定公開發包,政府發包的, 你立下這個惡力,說啊,我給你找幾個理由, 就能給你種植核的,我直接問給你說, 啊,你給他人家,什麼人家說, 你民族、舍舍、舍舍、舍舍、 什麼人家給你找幾個啊, 總組合的,你沒有反應你去讀, 這個案例啦,你不會後來不管是有... 尋找中央政府,會很麻煩的啦, 所以盡量可以賣的,那些人家說就有錢, 中央人家要賺錢,有錢, 那些人家說咧, 我們來順序看,要認識, 不要這樣叫VTO啦, 啊,土地也有錢啊,有啦, 專業保陀的啦, 去給水,去給好, 去後,去黑梯啦, 啊,我保陪前喔, 比較公開、比較透明, 跟他市民都在看, 因為這案子拖太久了啦, 不要讓他在後面這樣喔, 足足點點, 這樣你女兒要選去就很麻煩啦, 對喔, 我會跟你說過很多遍, 好意跟你說很多遍, 你頂幾位, 那是很好意,很好意跟你說, 喔,啊,你來聽的話會不會, 你來聽的話會不會啦, 我跟你說啦,錢齁, 這四人這麼多歲了, 總該不會這麼多啦, 老在那邊底部, 比較要緊啦, 我是好意跟你說啦, 感謝黃秋澤議員發言, 繼續請鄭光宏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市長還有市府團隊, 議員同仁,還有媒體千進, 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討論的主題是, 市政中心北棟大樓, 齁, 民國八十九年, 這棟大樓, 經過行政儀, 進行確定, 呃, 同意補助, 我們嘉義市, 新建的, 呃,這個市政中心的, 這個新建計畫, 啊, 當年, 我們嘉義市政府, 就跟郭志強建築師, 簽訂了相關的工程, 呃, 規劃, 設計跟建造的合約, 內容, 當時候就已經詳載了, 市政中心, 未來是採南北兩棟, 齁, 南北兩棟, 雙子星的形式, 採整體設計跟分開發包, 當然, 在民國九十四年, 南東大樓, 起好之後, 我們就開始輸用, 北東, 為, 那個東西, 到現在, 已經經過十多年的時間了, 到現在也都會不會蓋起來, 中, 平均的醫生, 為本來的十四點七億, 到十八年的時候, 又追加, 七點八億, 之後, 現在, 北東大樓, 所有的經費,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22.58億元, 北東大樓, 歷經了陳麗珍時代, 在歷經了黃敏惠, 一直到圖市長, 儘管說, 土地是我們家儀, 我們家儀是自己的, 錢的部分都沒有問題, 建造, 在民國九十七年的時候, 就拿到了, 不過北東到現在, 也在不去, 到現在也在不去, 所以在, 在今年, 六月, 六月齊的時候, 市長有市長有公文, 各位要叫建築書, 改革, 但是市長我這裡, 就要向你請教, 就是說, 難道解約, 它真的能夠解決問題嗎? 又或者是說, 解約之後, 會不會延伸更多的問題? 在這裡, 跟我們幾個問題, 要叫市長來探討, 就是說, 第一, 你要解約, 也要讓建築書, 要讓多少? 要讓我們這些議會, 當然, 覺得說, 你解約, 是解約之後, 讓人可以, 心服、靠服。 在這兩段半的時間, 市長我給你請教, 我們叫建築書, 像北東大樓設計的問題, 我們跟他溝通過幾次, 開會過幾次, 跟他討論的, 大概都是哪些問題? 市長, 胡市長, 這個, 就是為了, 讓這一件事情, 能夠順利, 我們兩人來做了, 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大家只要都是, 來來回回的一些, 跟法律相關的, 我們要請了法律顧問, 一起來解決, 以及行政, 我們行政,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一開始, 你就想要他加油了? 蛤? 你一開始你就想要他加油了? 一開始我們是, 要求他們改善一些, 什麼東西啦, 不過, 建築書, 福音的主要裡面, 因為你從任到現在, 實際上, 他含你幹部的機會, 只有一遍而已, 是不是只有一遍而已? 這件事情, 我都授錢給何崇文, 副市長去處理, 所以他幾乎都非常難會找到我, 有時候用債, 剛才有事情不行, 所以, 好像有一次, 有特別到市長去以外, 其他都是, 何崇文, 副市長在處理, 市長我會特別提這個問題, 是在於說, 今天, 不是說我們賈方, 我們要叫人家改善, 不是在於, 解約之前, 我們給了, 人家多少的機會說明, 跟給了多少的機會, 去修改他所謂的突變, 今天, 總是這個部分, 以前, 在我們民會的時代說好人, 在你的時代, 你說, 你要做智慧科技, 你說你要做綠建築, 所以, 我是說, 我是認為說, 在這個部分, 坦白講, 要解約, 愛逢, 心服口服, 還有第二就是, 未來, 好, 如果說我們改善之後, 未來, 這個合約的部分, 我們應該要怎麼跟, 見熟知, 散了, 這樣子, 這個, 心服口服這種事情, 是講好聽的, 沒有人心服口服, 但法律上, 一定要完整, 所以我們才會花兩年多的時間, 講好聽話是簡單的, 但是要人家多心服口服, 所以你說, 急了, 我不會, 特地雕染這個郭劍士, 但我不可以為了他的權利, 犧牲市民的權利, 這是很清楚的啦,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用這樣子法令上, 可以來處理, 至於我們不會去跟他, 雕染, 他應該有的, 我們還是會給他, 所以這個是, 大概是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我們就這樣處理, 市長, 市長,你請坐好, 我請教一下, 我們行政處處長, 處長, 未來我們跟建築書, 改善以後, 未來這個合約, 要怎麼走下去, 未來, 要怎麼跟他散後, 陳保東, 陳處長, 謝謝, 謝謝, 那個主席, 謝謝鄭議員, 六月請我們到, 這個, 正式行文, 正式行文, 改善以後, 改善以後, 現在有, 剛才, 這個, 邱澤議員也提到, 就是說, 我們怕可能是, 工程會要去調解, 調解, 調解, 調解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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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沒有辦法在裡面, 所以現在市政府的立場, 是要先用調解的方式, 對, 如果說今天建築師, 他, 訴請, 要用仲裁的方式, 提交到公共工程委員會的話, 因為這個前提的部分, 是雙方要合議啦, 甲方同不同意, 如果說, 仲裁不在工程會啦, 工程會只是調解, 仲裁要到法院, 好, 那, 最後啦, 如果說, 今天調解不成的話, 今天市政府, 最沒了, 你是現在的態度, 是覺得說, 我如果可以叫你調解, 用調解, 還是說, 今天市政府的態度跟立場, 就是說, 包括調解, 包括仲裁, 我都不要, 直接合約, 就訴諸法律, 現在市政府, 市政府的立場, 現在是怎樣? 當然, 我們是看, 這個, 建築書啦, 那個, 承認人, 承認人, 他的看也太多吧, 那我們, 就是, 剛才市政府說, 很清楚, 我們該面對面對, 我們不會歸掉, 建築書說, 一定大家要法院見, 如果說, 今天大家可以坐下來, 好好的就合約的內容的部分, 去解決的話, 實際上, 在這個案子裡面, 還有北洞大樓, 有一個重複設計的一個, 訴訟, 還沒有解決嘛, 所以這個部分, 在未來, 我這裡拜託, 我們處長跟市長, 合約, 要加油, 當然這是我們, 架風的概念, 不過未來, 我們怎麼樣子, 跟, 原建築師, 談到解約之後的, 一些相關的, 一些條件, 至少可以讓, 建築師, 或者是讓外界, 認為說, 我們在這件事上面, 市政府不是阿蘭, 市政府不是要顧那個人, 總訪之下, 我相信說, 大家會都無意見, 齁, 市長你請坐, 未來, 我要請教我們, 工務處處長, 未來幾個部分, 現在幾個部分, 是在工務處處, 剛才有在說, 第一, 土地是我們的, 第二, 錢也沒有問題, 以外, 為什麼, 我們要用這個, BTO的方式, 而不用其他, 例如說, BTO, BOT, 或者是說, 未來用傳統的方式, 也不要用統包, 我們就用一般的發包方式, 為什麼現在, 公務處處的規劃, 主調, 是朝BTO的方式, 可不可以請處長, 先簡單說明一下, 謝謝, 李處長,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想, 剛剛議員, 你所提到的那些, 辦理方式呢, 都會是我們的選項之一, 那至於, 所以處長, 我們還沒有設定嘛, 對不對, 那至於我們為什麼現在, 會以這個, BTO的這個, 這個, 方式啊, 來向財政部, 來申請, 預算的補助啊, 主要是我們考慮到說, 現在它已經不是, 未來它一定不會是一個, 呃, 單純的辦公大樓, 它必須是多功能, 多目標在使用的一個空間, 那這個空間裡面, 會有很多不同的商業的行為, 那這樣的一個商業行為, 以, 這個, 市府的能力跟人力啊, 我想我們大概沒有辦法來handle, 這樣子的一個, 去經營這一塊, 所以呢, 我們才想說, 呃, 以這個, 民間來投資, 那未來由它來, 來營運, 這樣的一個模式啊, 來進行, 那至於為什麼叫BTO, 因為, 這樣的一個大樓, 如果過去採用所謂的BOT的方式的話呢, 其實它的致長率應該是相對很低的, 那, 所以在, 在這個促餐的模式裡面, 有七種模式, 其中BTO就是一種形象, 對, 七種模式, 我相信在上個禮拜, 在檢要報告的時候, 其實你也已經提過了啦, 當然, 在這裡, 我要幫你提醒的就是說, 我們既然這個案, 重新啟動完之後, 我們先不要去設定說, 我們到底是用BTO, 還是用BOT, 還是, 用統包, 或是用一般發包的方式, 這個我們一開始, 我們先不用去設定沒關係, 是, 不過在這個時間點, 我, 還跟, 主長, 你建議就是說, 屬性上, 這個議題, 對我們每個議員都很關心, 包括BTO, 包括未來, 這個北東大樓, 他到底他要採BTO, 還是要採BOT, 還是促餐裡面的其中, 其他方式, 或者是用一般發包, 或用統包的方式的話, 我會麻煩我們處長, 回去, 是不是把這一些, 相關的這一些, 評估的這些方案, 我們簡單做一個分析料理喔, 讓我們議會裡面, 大家都可以了解, 這個報告有問題, 沒有問題, 這是成本效益分析, 這是一定要做的, 好, 那另外, 處長, 我再請教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未來, 如果北東大樓, 中心整個做市民中心料理喔, 我們原先放在, 北東大樓裡面的辦公的需求, 當時我們用南東跟北東的時候, 南東主要的定位是在衛民服務, 所以我們是要把相關的戶政, 東區公所, 還有地政事務所放到裡面去, 那至於說, 府內的相關機關, 當時設計就是, 全都要放過北東, 好, 啊未來如果說, 北東, 要變成市民中心料理喔, 這個辦公的需求, 我們現在有沒有規劃, 大概有多少的比例, 是要放在新的市民中心裡面的? 抱歉, 這部分我沒有辦法回答, 應該會去進行整個評估啦, 未來齁, 在市民中心的部分, 如果說, 樓地板面積可以增加的行動之下, 辦公的需求... 介紹請我最明議員發言 出席, 部委長, 比市長, 統市長, 這裡的市府以及主管, 議員, 黨人, 記者, 問題先生,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議長呢, 全地的報告是, 市府北東的大樓的這個問題, 本性呢, 他感覺就是說, 北東的這個問題呢, 市長說, 為小萬象, 市長是連戰, 搭配了孫中東的心, 他就送我們家的家子, 一個大禮, 做我們的南北東, 的全貨補助, 讓我們去這個南北東的辦公大樓, 那時候, 他就說, 南東, 日期來完成, 北東, 北東, 大環節的問題, 齁, 很厲害, 這個立場建設, 那時候就是一定, 你說, 朝向於說, 北東, 可以用一個立場, 的建設, 來完成這個北東, 這樣一拖呢, 我們這個進來, 落選之後, 不然高檔不做, 到你投市長, 就任了, 北東, 現在, 暗浪東方, 事實, 這個工事, 還拖了很久, 還拖了很久了, 議會, 過去的議員, 大家, 都是一定, 還有這檔, 百檔, 那時候, 國際會議中心, 什麼什麼, 國際會議中心, 最後也是都, 不了了之, 啦齁, 董事長, 你這次, 拿出來, 就說, 我們的合余裡面, 可以, 我們, 架方, 可以, 單程解約嘛, 是不是這樣, 對不對, 當然, 在有法的立場上, 你認為說, 這個法, 這樣, 是不是以後, 法理效果, 我們有, 百分之百, 的勝算, 沒有這種的, 我覺得, 一直, 絕對這個國際共, 絕對這個國際共, 絕對, 它也不簡單, 可以說, 配面責的, 它絕對就過了, 啊, 我們昨天, 都在信信, 你用的粟餐也好, VOT也好, TV也好, 對不對, 一邊在進行, 一邊這邊在修圖, 是不是我說, 在你這兩天, 你有很認真, 在改我這個北斗嘛, 齁, 所以, 現在, 和, 過幾條建築書, 已經有, 談到什麼程度, 我們就要兵龍鄉鎮, 可以來, 合理合法, 來保障, 大家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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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處長, 我想請你解釋一下,齁, 想說, 我們要免溝通, 當然法, 我們要免, 單程, 改用,齁, 如果萬年, 他來修圖, 我們的勝算有多少, 你簡單的, 就好了, 陳處長, 感謝, 感謝, 吳議員, 這樣,齁, 他一部份, 剛才有你講到, 這個, 這個, 設計費, 這個部份, 他已經, 他已經, 他已經夠了, 那這部份, 當然, 雅各地, 所上中,齁, 這部份, 這部份,齁, 這部份,齁, 這部份, 這就是說, 他夠的部份, 我們就, 叫法, 你來走,齁, 他現在就是, 他有, 這個, 有, 那個, 那個, 請求權, 他的, 這個, 請求權, 請求權, 剛才我有說, 我們配合他, 看他要怎麼走, 譬如說, 在工程委員會, 來條街, 就條街, 他如果說, 他就要去, 我們, 就是, 被動來, 盡量來配合, 齁, 齁, 謝謝, 市長, 我感覺說, 這個北斗, 因為, 頂頂的市長, 對這個, 郭志強, 建築書, 他也沒有換他, 他在改造的理事, 都有, 高檔, apiamente, 看rie zummo, Guessing tells我的, 你有沒有這個器品, 說甚麼? statut, 我, 本性的感覺, 如何開局都沒關係? 可以馬上提展, 我們來解割 讓這個北斗的問題 我們來肉食 我們來做好 現在為了醫生 我也聽他講 實在說 拖很久了啦 拖很久了啦 為了那個 人民的時代是說 利能戰縮 他在改利能戰縮嘛 改高檔 還沒好寫 對吧 當然他這個 他的建築書是說 我開錶我到的啊 對不對 啊我來說啦 這一條天主一條神啦 我說實在的啦 對不對 蘇東時 這台 那時候的議長是蕭丁弘先生啦 議長 議長是蕭丁弘先生啦 那時候是南北東 小伯丁弘先生這條經就回來了 齁 我本身就覺得 怎麼改革就沒關係 我這齁 算起來 實在說 我們如果說 平衆多少 都頂存設計 費用都什麼什麼 加起來 我愛 差不多 愛越外啦 越外也沒關係啦 剛才修徒 我有說 越外也沒關係 可以好好解決就好了 對吧 反正沒有這些 繼續延續下去 對加義地坑的 建設 也不好啦 剛才那塊土地坑堅固裡啊 啊市長 你明年度也要在島 酒罵請拼 這大家八成的感覺 會不一樣呢 對不對 所以這北東的問題 我們台北 我們台北 201 很好的典範嘛 台北 201 是不是很成功 201 通大賣處 是到底去營到好打機 還是派打機啦 這人拿到是好賣啦 你如果拿到賣 你就外國一刀啦 啊你如果營到好的經營上 可以配給我們取副 都替我們取副 生的小孩生的小孩 這樣 這個要關閃閃 沒關係來說 當然 有好有壞啦 什麼 投票 統包也好 最有利票也好 什麼說這個 出產條例也好 接接的法令 都是有瑕疵 哪有白處 是人的到底問題啦 人的到底問題啦 啊 過去說 立議會 黑白公會 說 什麼議員 裡面全部那些人拿到錢 啊那個也不行 他也有 他也有拿到 他也有死了 他也有死了 他也沒有拿到人 黑白公會 他也有死了 他也有死了 就要像派出 這樣齁 喊睡了 你看我們去 Thursday 按照 真相啦 那個話都不能夠講 人家徵手 那是看一人的本性啦 那如果消貪 那個本性就不好了 所以 本性 因為,我尊重支付,看是如何處理 統主要,就是要趕快來收拾 要趕快來收拾處理 關水局這名,要來陷人做一個好的夾箱 看他的要求,我才會證明,對不對 如果沒有合理,我們也會接收,是不是這樣 我們說在合理合理的經營支援,我們為了地方發展 在關北洞,在關6區起來 沒有,你現在這樣,為了進步,多幾十行 這樣起來,我覺得可以做辦公大樓,可以做理貫 這樣起來,對地方建設是好 那比一般的最高,都更好 是不是這樣,對不對 所以我是鼓勵說,儲物 嚴重是嚴重 儲物,實在要非常用心 非常打拚 你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是,幾 那時候如果丹利金有條,開啟開就沒問題了 對不對 那就是不行丹利金落選 我們沒有要逢生的,立行政所的改選 這樣逢到現在,對不對 對不對 已經,我算算幾十幾年了,對不對 對不對,那個外面,生一個女兒,你不要打拚到這樣 我拜託,齁 拿出你的氣氛 齁 啊,建築書這邊,看怎麼處理 我們對的,我們要堅持 對不對 我們來理由,我輸了 我們都要被人被人 對不對 不可以說 共識父阿爸的聲音怎麼說 其實我是非常心腸啦 齁 過世共心腸我不管 齁 齁 我連看到人生,人生,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感謝共識民議員發言 繼續,我們請副大委議員發言 呃,大會主席齁,社長齁,各議局主管 各議員同長,各民朋友,大家好 呃,在這邊齁,我還是再一次的要重申齁 我們議員,不是反對北洞的興建 我們都,我們督促了多少次的北洞趕快興建 齁,我們不是要阻擋北洞的興建 只是在,在整個興建的過程裡面 我們所擔心的,議會是站在一個監督的立場 齁,我們非常擔心一些法律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提出了很多的質疑 然後,這些質疑當然,你們看講的可以用生出的方式 什麼,仲裁的方式,工程委員會的方式,調解的方式 這個,或者最後,最壞的打論就是法院判決的方式 很多的方式都可以去處理這些問題 當然,在議會監督的立場上 我們希望我們的,我們的公共工程是一個透明化的 然後是一個沒有,沒有瑕疵的 所以說我們,我們今天在這邊不斷的質詢 就是希望市政府能夠聽得下我們各議員同仁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們希望,在解決的過程裡面,大家都是和平的 不要有抗爭,不要有任何的,徒生其他法律的問題 然後給市民帶來困擾 我相信市府困擾就是市民的困擾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說,在這邊本期還是再次的重申 跟郭靖茹這邊,我希望採和平的方式 多多的協商,讓我們的事件快速的圓滿的結束 當然,再來,我不管市政府要採什麼案子 但是,本期在這邊要建議 我們土地是我們的 會用是由中央來補助 所以本期在這邊一直覺得很納悶的 就說,為什麼我們要採BOT案 整個BOT案出去完之後 我們市政府能夠掌握多少的權力 然後,標道的人,他又掌握了多少的權力 然後,市民的權力又在哪裡 我相信,在商言商的話 商人,標達這個案子 他一定是以他的最大利益為主 他不會以嘉義市民的最大利益為主 然後,但是我們市政府存在的意義是 以嘉義市民為最大的利益為主 我們做的任何事情都要以嘉義市民為出發點 所以說,我一直一再而沾的質疑 這個BOT案 會給市民帶來多大的一個衝擊 而且,我們嘉義市要做一個示範都市 要做一個示範的地方 示範的地方,沒有人做過 你怎麼會知道他做的好或做的不好 所以,本期在這邊再次的呼籲 我們不要去考慮這個BOT案 但是,像市長建議的 如果說要有商店街 要有特色小吃 這方面,本期是建議 本期是贊同 但是,但是我們由嘉義市政府來規劃設計 我們設計一個區塊出來 然後,做這些商店街的行為 我本期是贊成 然後,但是我們採OT案 給外面做承包的方式 不要一開始就被綁得死死的 然後,建造是由廠商來建造 整個建造完之後 他的規劃設計 是朝什麼方向走 我相信這個都 我們都很難去加以約束規劃 而且,現在一再再強調說 要採取統包或最有力標的方式 本期在這邊也是一再的 統包跟最有力標 詬病最多 很多人對這樣的一個標法 都有存大很大 會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民間很多人一聽到是統包或是最有力標 都會心中都會有很大的問號 會很大的質疑 對市政府的公信力也會很大的質疑 所以說本期的這邊還是建議 我們採公開照標的方式 然後,找領選最好的建築師 然後做最好的規劃 然後最符合市民的整體規劃來做 我記得我曾經在日本 參觀過日本的一個市政大樓 他們的目標也是類似市政中心這樣的方式來做 然後他們在最頂樓有一個景觀台 然後景觀台上面 把他還有做市政的一些簡介 同時在景觀台上面 把他整個都市的每一個細節都給予規劃 然後你在每一個景觀台上面 他還把用圖片標示了 你所看過去的這邊的很多的嘉義市地標的方式 這個也讓人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來到了嘉義市政府 然後我們到了景觀台 然後走了一圈之後 我們對嘉義市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這個本席是覺得我們是不是也可以 我們在整體規劃的時候 也要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景觀台的一個概念 讓在景觀台裡面 加上我們的嘉義市政的介紹 嘉義地貌的介紹 嘉義小市的介紹 然後在那邊 大家走完一圈之後 就大概大列對嘉義市有一個概念 然後他就知道要怎麼樣 嘉義市的動線在哪裡 嘉義市的風景區在哪裡 小赤布在哪裡 可以很快的去走完 這個是本席的一個建議 當然本席在這邊還是再一次的強調 嘉義市的圖書館真的只有兩座太少太少 真的不夠 所以說是北洞市政大樓 一定要有圖書館的概念 我們要做一個圖書館出來 然後一定要有個K書中心 給市民來這邊看書 然後閱讀的地方 也要有K書中心 然後為了提升市民的整個 整個叫那個圖書風景的話 是不是我們也可以引用更好的書局進來 更好的書局進來 現在電子閱讀我覺得也非常的不錯 我們到了機場 很多的電子閱讀的方式 你可以很快速的去閱讀很多的東西 這是本席的建議 我們既然是要做一個市政中心的話 我們要永遠都站在嘉義市民的角度和立場去想 然後對嘉義市民最好的 我們才把它規劃下去 然後本席 所以說在這裡本席還是建議這樣子 然後頂樓的話 頂樓的部分是不是安置太陽能板 然後所有的光電自主 然後剩下的電還可以賣給台電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才能夠達到 我們現在所要求的節能減碳 一切都是以綠能為主 我們當時跟郭建築發生很大的衝突 就是他的十幾年的設計 沒有把綠能這個區塊 節能減碳綠能這個區塊 帶到整個建築的裏面去 然後這次我們要把所有的節能減碳之外 還要把綠能的概念 自己發電 然後也不需要跟台電買電 我覺得這個我們都需要去規劃 事實上本席還擔心了 兩棟剛設計出來的時候 當時的叫做藍北棟 雙子星大樓的設計的時候是對稱的 如果說再重新規劃設計的時候 這邊這一棟的建築物 跟藍棟北棟 南軒北側 會不會造成很螳幕的一個景觀的衝擊 我們希望以後的建築出來的是 嘉義士的新地標 我們剛剛在講嘉義士的新地標 我希望藉著北棟也能夠創造一個觀光的景點 也能夠創造成為一個觀光的景點 裡面像剛才建議的 有 本醫師站著有一個商店街 簡單的商店街 有那個地方特色小吃 然後最好有一個類似我們的福利中心 我們事務員工有一千多人 然後 包含旁邊 稅務局 檢察局 這邊 所有的公務體系下來 大概也有幾千人 是不是有一個類似 福利中心這樣子 還有一個便捷的超商 我相信很多的工人員 下班之後 買些菜要回家馬上做 做飯菜給孩子吃 我們這邊是有類似快捷寶箱的便利商店 讓我們這些所有的公務人員下班之後 直接到超市買些菜 買些已經都是整理好的料理包直接回去 這個都是本習在這邊建議 我們這次所要做的 當然整體的景觀的問題 我希望工務局這邊 能夠跟新的建築室這邊 好好的去探討 如何去讓兩邊 南北兩棟在景觀上面 不要做了太大的改變 當然 現在的北洞的建築 建築是在 曾經被憑藉為 台灣省十大最醜的公共建築之一 然後 然後 我們希望 再來的 北洞不要再被評選為十大 但是也不能夠太唐突 因為 一個公共造體之後 藍邊是這樣 北邊是那樣 結果 大家比較起來之後 還是會覺得這個 整體建築物是很唐突的 是很醜的 沒有一個對稱 沒有一個融合的東西出來的話 也是會讓大家覺得 這是一個不美的建築物 就算北洞再怎麼蓋 以後 沒有跟南洞結合起來的話 還是會變得很醜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本習在這邊 還是建議 我們工務處這邊 跟建築室這邊 好好的去研究 去研究 去研究 跟探討 什麼樣讓南北雙東 或者說我們的南洞做一些修正 也沒有關係 警官的修正 因為它整體都是玻璃 造成需要大量的冷氣 現在又為了節能減碳 很多事務單位都不太敢開冷氣 裡面都 有時候去辦公室 裡面真的熱 真的很熱 所以說 是不是在這個整體的規劃裡面 我們也能夠考量到 北洞的外觀的一些規劃 讓南北兩洞 雙子新大樓 還是成為一個家室的新地標 成為家室一個觀光的景點 這是本期的一個建議 本期 最近到這邊 OK 接下來我們請 鄧秀华議員 歡迎 副議長 市長 所有局長 議員同仁 媒體記者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想今天這個市政探討的這個專案 北鎮大樓興建的問題 我想也在這邊來跟我們市長來做個討論 今天在我們定期會5月18號的時候 我也利用10分鐘的時間 在這邊跟市長討論過了 北鎮大樓的一個興建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因為我在市長的整個工作報告裡 我剛才因為我印象我叫議事總經過去拿這個 這個 做董事室的這個文案來我看 在我們市長當時的89月 7床 22.5億7床報告 行政處 230億4床報告 所以董事室我提出質疑說 這個22.5億的這個市政府的這個以上 為什麼這麼沒心中 沒中心 只做這麼草率的一個工作報告 我提出質疑 那我今天 在這邊看到我們 在市政府在6月1號給 我們委託的建築司 把他這個單方面的終止這個企業的問題 讓我想到說我在這邊要提出幾個問題 我想請問市長 你們在這個整個決定的這個過程 就是說 你要把自己企業的這個原油的北東大陸 改為做企業中心 然後 你想要用VTO方案 你想要把他們的建築司 終止這個企業 你們內部 從幾月份開始討論這個事情 請市長你來做個報告 董事長 什麼時候你們開始有這個idea 這個 我們現在先說北東好了 你給我說時間點就好了 我現在就在講北東問題 是從我就職以後 我看到那一塊 我就 我們就開始了 這是一種我們叫做動態的 一直在滾動式在討論的 好 市長 我要問的是 你們內部什麼時候開始決定 你要改為市民中心 從你主任就開始了嗎 不是 我問你這個問題 你真對問題給我講 這個部分 什麼時候 這個北東 這兩次好像台東 你要改為市民中心 然後要改民意去 然後要跟建築師裝置去 我說這三個部分 你們在什麼時候 開始內部討論這個案 這樣 這個部分要讓市民 使用標準 你問你時間點嗎 市長我只有空中 沒有 這個沒有 我剛剛說這是滾動的 沒有要時間點的 這是滾動的 那主要 因為我們這時候 在提的時候 還是在提說 這個是市政使用 什麼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去到 那個 行政院 就是內政部 行政院 坦白講我們是被打臉的 那我們被打臉的時候 後來我們就親自去那邊討論說 原來 中央現在不大 因為你補助 所謂的 政府大樓 或市府大樓 那 所以這個我們在討論說 但是我們也是想 這個大概 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這個 詳細 可能要半年喔 半年前嘛 可能要半年喔 但是這個概念是 我在陳情中 但是 你說那個時間點 我們後來 沒有我 不一定要你準確 我要你的時間點 就是說 你在定期會的前面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故事 或者是在定期會後 以後才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拿出來就是說 這府會喔 是大家保養的專長啊 對 是不是這樣是對的 今天 所以你有金閣 因為 金閣 算22.5 整個過程在98年 又多了7.8億 才有我們今天的22.5 8億 經議會審議通過的一個預算 這個整個裡面的一個工作內容 都已經做了變更 你在這一次的定期會裡面 您經年就草率的 就這樣子來跟議會做報告 我剛才有說過 你跟他批判 那他還認很承認 批判去報告細抓 所以 那個市長你請坐 那這邊 我在這邊 要向大衛市長你請坐 向大衛提出 正式跟市政府 要他們這個 北東大樓改為市民重心 然後 決定 要怎麼做VTO 要怎麼跟 會計那個建立書 爭執這個合約的整個過程 是不是 給一個工作程序 給我們議會 府議長 所以我拜託 我們台會 正式跟市政府 要這份關門 我想這是大家服務的尊重 第二 剛才 我要討論到就是說 剛剛 我有提到說 我們跟建築師的這個 中止企業的問題 我想 市政府呢 做任何決策之前 都要有做風險評估 那我想請問我們市長 針對 你單方面的要跟 我們前任的一個建築師 來中止契約的時候 列風險評估到哪裡 請市長 你來做個報告 林市長 因為這樣子 所以在侯崇文 副市長 主要他 負責這一塊的時候 他就 正義了 而且我們真的請了律師 都有兩個律師來跟我們 但主要是同一個 在台北掩託事務所嘛 對不對 台北 我不知道 你們公文有啊 他建築師 我會記輪的公文有 有有有 我們是有請律師的 是 那你的風險評估 你最高 你認為風險最高到什麼 這個就是 你能夠把它切割 對這個就是風險評估 所以為了風險評估 還要叫做風險處理 不是這個過程 那你怎麼處理 怎麼去評估出來之後 你怎麼處理 對 他這個當然是做到風險處 他告我們 我們要用很多的錢來解決 那這個大概會使得 我們納稅的錢 數字比較多 所以這整個過程中 怎麼樣 非常和解合理 應該要有一些 那個法律商 你的風險評估就是知道說 他會提出 仲裁訴訟這個過程 那我們大概要付多少錢 那你能夠切割到什麼地方 我沒這樣子 你怎麼處理 我應該切割到說 我不能讓他已經做的事情 不給他錢 就講不過氣 但是我們不能讓他 所謂的書籍大開口 剛剛 閒事處長有講一句話 我們現在是被動式的在處理 當然是這樣子 我們沒辦法變主動積極 不可以 所以你就是任人宰割是不是 不是 剛好相反 你主動積極的話 馬上任人宰割 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被動的 但是我們被動要先把它準備好 所以我們才要有麻力 所有的問或答都會有這個紀錄 這個整個政策你必須要去負責 你說過你有做風險評估 你也知道說怎麼樣去做風險的處理 這個就是請法律人來處理 你最好你就輸出法律嘛 不是 我們請律師在整個過程中間 我告訴過 這你必須要為了業者 要不要輸出法庭 這個是我們被動的 他以前不是故事 他不可能會放你去 可以想像得到的嘛 去騙的人 可能會提起其他的方式 但是我們被動 我們被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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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要怎麼做 我只是在告訴你 你應該要有風險評估 然後你最高的風險處理 切割點在哪裡 這當然有 要事先去把它做好 當然有 但是我們也不如在你隨便再講 這樣的話 台灣的百姓不好 我現在只有兩分多鐘的時間 三分鐘我想要來問公務處長 你剛回答鄭光宏議員的VTO案 你說 他有建議你說你為什麼會選擇VTO 你說我們有很多項的選擇 主長 我會不會說 你送給議會議長 是要做VTO案的前置作業 中央補制360萬 給你們要配合40萬 是不是這樣請你回答 呂處長 什麼就多項選擇 你已經選擇了VTO了 主席還有報告議員 在處參案件的先期規劃的作業裡面 他會先做一個可行性評估 那你不要寫VTO 你就說我們有很多選項 你已經把VTO寫在預算部裡面 你就是要朝這個方向去走了 他會是我們的方案之一 因為你在 那你以後預算部不要這樣子寫 你就要寫多項選擇的存置作業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要跟財政部來申請計畫補助的時候 要先把這個計畫的名稱 所以你剛剛不能夠回答他要做多項選擇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 實質上會啦 實質上我們會這樣子 那你到底是不是要朝命梯喔 你本貌導致嘛 你到底你的奉用在哪裡 進行規劃的時候一定會去考慮 那你華盛頓是你的多項選擇 然後你送議會的預算 是做VTO的前置作業 那你到底我們要朝哪個方向來支持你們 報告議員 其實整個規劃的結果 如果發現他的財務是不可行 也就是說 這個計畫沒有具有自償性的時候 就不會走這個出餐的這個方式了 那可能就會回歸回來用統包的方式 或者是用最傳統的去委託設計 然後再發報 部長 只要是好的政策 我們都會支持 但是我們希望你不要扶隆我們議員 也不要扶隆我們議會 拿出來政策一定是成熟的 一定是可行的 跟他們拿出來 那如果沒有議員在這裡你印 一個議員給你問一下 你又印一種不一樣 那我想最後再利用這一分鐘的時間 VTO VTO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我們錢也有啊 土地也有啊 難道你英文有問題嗎 你是營運有問題嗎 你為什麼要VTO 好麥克龍快一點 報議員 我們可以拿到什麼好處 因為 家一市政府家一市的老百姓 可以拿到什麼好處 這樣子的一個多功能的大樓 未來的經營跟管理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就是管理問題嗎 對不對 如果我們透過民間來經營的情況 像現在北斗本來就是行政處的業務嘛 現在就一丟丟給你 就你公務處要去處理嘛 就是你們內部管理的問題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才會跑出一個VTO案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你政策也會成熟啊 多項選擇 或許到時候會VOT VTO或者是OT 都有可能啊 是不是這樣 市民沒拿到什麼好處嘛 因為我們可以去收取權利金 去跟 那你要不要VTO 我再最後問你一句 它會是我們的選項之一 所以你現在預算是VTO嘛 你要不要朝VTO處理 會 各位同學 現在我們現實五分鐘 是我們下午大家 我們下午兩分鐘 我們下午兩分鐘 叫做 你們下午兩分鐘 叫做 叫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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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任市長的任內高檔都沒有動作 沒有動作 你這兩檔來 你開始有動作 剛才台灣當時 你關心的 也是說你要有動作 你要有處理嘛 不然這塊塊 經費也有了 地也有了 放在那裡爬紅了 這市民覺得很沒辦法了解 他這是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那這本事給我們市長請教 第一點 在建築書這方面 你認為有過十嗎 好 請徒師長來回答 好 這個因為我來的時候 我已經是有十幾年了 至少十年以上了 那我看以前的那個官文來反 喔 裡面說他缺水很多啦 每次叫他改建一個 他就小小改建 然後大大認真改建 那哪有聽說有 八十幾次還是怎麼樣啦 所以這個缺水當然是有缺水啦 但是我們還是要把這種缺水 我其實很不喜歡 在這裡 或是在多外講很多套缺水 因為他還有他的那個 等於他的主要生命 我們不要說這個人很壞 就說大哥 這個喔 就叫說靈魂 也不要一直講人的派遇啦 是有缺水啦 我知道啦 現在喔 對方 因為南東的 這個設計 跟企業過程中 跟陌生啦 吼 我們知道說 沒有負合時代的要求嘛 對 沒有負合時代的要求嘛 沒有負合時代的要求 如果沒有負合時代的要求 就代表說 我們這邊 就應該要有一個 適當的回應嘛 對 我們那個動作啊 我們不可以繼續 啊你現在紀念 有動作 開始要處理嘛 啊這是父啊 我相信我們董事 要跟我們市民啦 原市民也是說 啊經費啊 有啊 茶也有啊 在那裡 啊你把它放在那邊喔 這 這實在真的很不可思議啦 我看這全台灣所利 對不對 是啦 因為就放那些錢 也要賣錢啦 好 那市民你什麼 第二點啊 既然 你說要去做市民中心啊 還是市民中心都沒關係 我們是 啊 長久以來關心的 是說你去的這間建築物 會成為什麼樣貌 因為 兩千空七年啊 全國建築書公會啊 平比啊 全台灣啊 這個 最佳獲利賭獎 最優質的 建築物 優啦 優是沒有人字旁的優 最優質的建築物啊 全台灣 有 精三名 第一名就是 台北 建築園園 建築書公會 他評比說 這個是 最需要摧毀的建築物 啊 第二名啊 第二名 是我們教育館 文化園獄中心啊 你說這個哦 那三面哦 那那那那那那塔那那什麼 看來人不協調 他說 好像妖妙 妖妙 啊 我們就不要說 我們說我們教育館的 啊我們教育館啊 啊 這檔建築物 有人說 啊我們這檔建築物 一百年後 也變成 高職啦 但是我們知道啊 這工地啊 二十七年啊 他就開始老化了 二十七年了 啊所以這檔 台北都是 工地的結構嘛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啊我是說 我們要去 我們就要去一個說 內外的真正啦 有人說 這檔建築物 裡面的工人 比外觀更重要啦 直勝於 外表啦 但是 我是人家 本色人家說 你一個建築物啦 藝術 藝術藝術啦 藝術之後是因爲 藝術主婦 的國王 就是建築物嘛 建築物 你去這檔建築物 你不但你本身 你使用而已 你要扶社會責任啦 我們還要跟黑洲 國家 他們的建築物 你要外觀 要改變不行 你外觀本來 什麼色的 也不行 你要改變 要經過 市政府 會同意的 你裡面要改變 不要緊 我們的建築物 的這個 形式啦 我們實在真的 要好好檢討我們的眼睛 好好檢討我們的眼睛 真正 你看 我們 市議所 這檔建築物這麼漂亮 市長 你現在要去市民中心 市政中心 或者是怎樣 你我剛才去市民中心 別說一樣 一樣 你我剛才去這麼漂亮 你說的話 你代言怎麼這麼多 我看 土師長請回答 就有古典的味道啦 未來的建築物 他會弄出什麼 但是理論上應該要比這個 還更漂亮才對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因為 不然我們 我看你 如果讀威侯先我看看 你怎麼 你來幫我們讀林省看看 林省我是沒有那個 沒有啦 我在那裡要看 因為我們 他那時候做那個也不是說 那一定要做地標啦 但自然而然 你是意思嗎 自然變地標 因為那時候過去都這樣 當然現在 我們的想法是要這樣 要漂亮才可以 建條書 建條有三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ID 你為什麼要這樣建 你要說出 你為什麼要這樣蓋嘛 你像古塞市場 那辦公樓 上面還做一個 圓蓋性的 那是你做什麼意思 我看不到 對不對 因為這家也不算要的啦 你要建條有一個form 有一個形式啊 你要用什麼物理啊 還有什麼建材啊 建築了三個要素啦 本身直接說 說要十多年 大家聽不懂 有啦 這個地標一定要很 很好 這樣啦 這第二點 第三點 你如果說要 建築了 要做BTO VOT的水材裡 你如果說要外保護 外面來經營 你有沒有說落入 收入查地喔 收入查 我們花多少錢 去當收入查地 一年 外面的人來佈我們 外面經營 那多少錢 水電池的我們還要鐵人修理 幾檔都給他 給他就好了 沒辦法花那麼多錢 還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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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要過了解 叫人家為外 那你是當上 你要為外 你要為外 你的錢 你的錢 你的什麼 你有辦法收入多少 對 我就說 我們倒數二十幾億 在那裡 你一到我都收一億 兩億 你要去評估 沒關係 社會卡 比較偏連 如果有人要包就應該不錯 沒關係 但這不一樣 這剛才在那個 請政府 評估說 我可以 倒數 我會收益 你會我接受 那你就要去評估 那你就要去評估 你就要去評估 那應該是會收益 尤其VTO的部分 一定要收益 OK 謝謝 好 謝謝 繼續請王美會議員 主席 我來 繼續宣告我們市長 市長 在剛才所有 聽到的議員 大家是都鼓勵 你要光營去 市長 在這裡我來 你請問一下 你未來 要去這個北斗的時候 你有來想 我們外面的辦公 要回來我們這個北斗的上班嗎 來 你有這個幾個嗎 好 都市長先回答 這十幾年來 我們在外面上班 看到不沒有什麼 自愛攔省之處 但是 他要買一套市民中心 因為會讓市民做方便 只要跟市民直接接觸的 一定要優先弄進來 甚至從南東這邊會弄過去 但是如果給市的官員 你自己做的要做的 沒有啦 市長 在南東的我們 在南東的 在南東的 我現在是說 你未來去北斗的時候 在官員 我們的公部門 你有價位 他們會回來 我們的北斗 讓大家佩生 要去洽工方便 有這個想法嗎 有 這必定的 時間請繼續 不是 是 讓市民最煩變 譬如說我們可能會變成聯合國務 他們做在那裡一次多 這樣子 沒有啦 不要再去幾樓幾樓 這不一定要 但是 我們也會對所有的市政府 所有的公共使用的 我們會做一個總檢討 但是 給市民直接使用的 不一定優先進來 因為剛才你在說 出清出貨 沒有啦 在這裡的想法 我也對你 很欠佩 因為 在精臨的市長 九樓 因為 我們再多做一樓 沒有本來是八樓而已 九樓都完全沒有做 你有這個企業 有這個想法 要做 我要你鼓勵 真是說 要做得好 不能做才說 比沒有做的 都沒那麼貼 一樓 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南東 就是電費 也很兇 對我們一種負擔 所以說 你未來 要興建這個 發動的時候 這個 你就是因為 這樣跟這個 結局書 有 大家 看要怎麼幾樓 這個 立建人 結果 他沒辦法 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 很多行法 他沒辦法 改變的時候 你今天才會想說 沒有辦法解約 在這個解約當中 你認為 你的解約 你有對不起 這個建築書 有沒有 你的感覺 這個部分 如果說 解約就是對不起 給他賣氣 對不起 環民會社長 應該對不及做多 對啊 但是 如果我們說 這個本來就是 剛才有些議員說 你當選 這麼賣 這個就變成 環民會社長 董了 有得 但是 還不可以 有得 有得 一筆一筆 也不是辦法 這沒有道理 但是 我不要說 這個建築書 的畫畫 其實我們是 盡量尊重 因為 有的人不喜歡這個 有的人不喜歡這個 也不只是 立建築的問題 他一個建築書公會 給我們地方的建築書公會 都有一些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就 不必再 做太多的聲論 但是 只要說 時空環境改變 我們不能把這塊寶地來蓋一個 更 讓市民最大 福祖 最大功能的 做好嗎 如果可以的話 當然 我蓋起來 應該 市民會更高興 而且我們還可以拿 一點錢 內金什麼等等 而不是全部 一個北東的 市政府官員 在使用的一個大樓而已 這樣的話 我看歷史 再度重演而已 所以我們這中間 也非常小心 兩年多 就是馬上 成立這個小組 所以我們一直討論 這個我們內部來的 跟 郭祝強 建築書之間的 緩緩的 市長 我知道 你北來的時候 你做市長的時候 你還有想要 北東做得好 只是說 我看你的價位 我實在 替你拚光了 因為很多事情 要去思考 要去用 當然 當然 再來 我們已經在 中央申請 那個專案 怎麼下來了 他要讓我們 這四年到樓 這個資料怎麼下來了 這事實上 是我們去叫 中央討論出來的結果 對 討論出來的結果 當然我們地方要主行 中央 只要全力支持 集合我們 跟我們很聯合的應用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是 一起協商出來的 因為 你說這個不可能 對 這個不可能 為什麼我會這樣 你問 因為中央現在 沒有要補助 公部門 所有的身體 身體的大樓 所有都沒有要補助 你怎麼 價位 實際上 那些錢 還要補助 還要補助 還要賣 還要 世代的變成東西 會普通 我們說實在 22億 也不是很大的 真是你們的好處去做 像剛才處理會說 我們要製造一個 麵條 要這樣算 我們如果有教會 還要開大 要找人來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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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會的時代 還能處理 現在 都沒要補助 現在 一選 一家 在副政府 出錢 都沒有補助 已經上線了 一起我前面 這個 提議 還要幫忙 你的主意 因為他本來就出張這種人專門 所以他比較像說有 這麼好的位置 如果我們自己用萬部交易 要讓市民更大的功能更豐富 如果這樣也能夠合作 合作就能夠收錢利盡沒了 這個本來有很多什麼叫VOTVT 這就不太了解 喔!我講的都亂的啦 有啥啥聽到說什麼歐什麼歐 聽到亂八糟啦 那個誤金拿去就好 可以讓外國的上班 我們的公部門那麼多回來 亂八的生意要辦公 不需要招搖搖搖搖搖 因為現在有時候在找資料 在用資料的 都上的年紀比較多啦 對對對 這樣讓人好安分的 因為你說市民套餐 含這個事情都不應該發生 就要讓市民最方便 對! 關聯喔 你在外面在裡面在樓上在什麼 也沒有關係 市民不動我們動 我們用電啦為什麼都可以採施嘛 市民都到一樓的聯合服務中心 電民啦 電民啦 電民做得要 電民啦 電民最好啦 對!這是很重要 市長 我是在這裡來講 因為我看你們所有的資料 我們又要發佈又要價位又要去 又要五六年了啦 是 所以在這裡的時候 差不多在連任 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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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要做好 去好 水連沒了 你主勝做的名字 對! 我們會盡量加速速度進行 要更進行 對! 唷! 唷! 謝謝! 謝謝王美會議員 那繼續請蔡榮豐議員發言 謝謝! 指定員謝謝! 大家好啊 今天我們對著這個北斗的這個討論齁 我相信指定你應該很安慰啦 齁!你應該很安慰 我所有人這些的當然 齁!大家沒辦法去分隊 跟一直 cancer 叫你帶一支 環境北斗的興建 當然要在一個飛速起來齁 實在是 10分前20分前講的完啦 喔!因為本來 由於 88年、89年這個時候 開始那時候 碰到市角、教例前市角 齁! 到91年開始 到98年 不,到99年 95年到100.3年就有了 文明治市長 當然,這個南洞的行見 過去,他們去逢逢逢 但現在我們不要拿去那裡 現在,我們把市民中洞的目標 就是看,可以帶一支把北洞完成 只要一支把北洞行見就好 過去的方案,自身可以 延後到十幾年都沒有行見 把你設定來 你有這個佩戀 我們政府剛才用這個方案而已 一定要用宗主企業 這可以說 本來就是這個樓 這個樓你又 你又查怎麼去 怎麼把樓 它就不會滾 它過去了 這種模式要去協調 這個樓 你用怎麼去 怎麼去 它完全滾不開 只要再換一個新樓 重新來去 我們北洞靠台 完成 說真的,你很有魄力 我相信我們治療團隊 很放心 你在六月前 我們要做 那些負責公司 可以說 這是負責公司 這個負責公司 負責公司 我正在這裡 就說 這個負責公司 沒有市場 或是我們行政處處 因為 因為 負責公司 在媒體 有說 他說 我們 配門的 種子 客 應 應屬無效 他也不是說是無效 他說應屬無效 因為我們媒體 都有效 對吧 所以我是要 我們要 讓 我們得手的市民了解 絕對不然我們 市友去洞 或是去那個 因為你要再繼續 完全 北洞靠台去嘛 只用這個嘛 那種子客 我相信 這個種子客 你也有 將 一方 我們一家方 一方他的 款力 我們一定要贏 看他怎麼注定 在那個款力 在我們會當中的環境 來 時間繼續 我們也應該補充 他的款力啊 所以說 這個種子客 有效嗎 那個 行政處理人 你簡單 你簡單 起來 報告一下 感謝主席 感謝帥議員 這個 種子 那個 客戶 這是經過民法 五百十一條 這就是說 我們那個 這個 頂造人 這個 隨時的讓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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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主席 我是說 有效嗎 因為他臨民費 他有說嘛 說這是佩慢的中屬四約 硬實無效嘛 所以我現在在說 就是說 這關緊固 民路五百十一條 對 五百十一條 就是說 頂造人 隨時種子七約 這絕對有關的 那個 緊固 當然 種子之後 他現在這個 生男人 他可以有 他的佩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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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求管 當然 我們也很清楚 我們也很清楚 我們也要 他 告知 他的觀念 他儘量去拿出 主席你請坐 我們如果種子客 是依法 依法處理的 相對 我們也對他的觀念 我們有個主席 叫他 他拿出嘛 對不對 在相方 就是應該經過協商嘛 協商條街嘛 沒想法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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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去留犯他嘛 對不對 喔 在這個時間 時間點 如果這樣走下去 生命要一段時間 齁 一段時間 啊 現在我所謂的是說 如果 這段時間的時候 我們致富北斗 我們現在可以 同時 東部進行嗎 東部進行 所有反所有嘛 但是我們北斗 如說 在我們最近 行政的這條 這個門外 這三百 這三百六十萬 開始做前世作業 幾月後來 我們平庫 環境平庫 什麼都做好了 反正你得到一段來 你一定 你當時要發報 當時你要發報進行 如果 如果 我們還要再走下去 我們可以繼續走嗎 可以同步進行嗎 齊長您簡單 好 請圖師長來說明 這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 我們花了兩年多 一直請律師 來跟他進一步的 的官吻來返 米豆協商官吻來返 那這個律師告訴我們 這事是沒有問題的 那一年喔 對 這是兩回事 他的權利他去保障 他要用什麼方式 甚至包括訴訟 但是有兩者不能 不能訴訟 現在很確定就是這樣 能當我們的北斗的政策 對對對 市長現在我們很確定 我們很確定 我們很確定就是 他很確定就是 他很確定 對 對 跟他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如果他要參加政策 他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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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案 他這次是沒有了 我們叫總之客 他要管理順勢 他要看他個人 要怎麼清潔 他要去用協調的啦 仲裁啦 用什麼 那個是他的權利 我們要以市民的做大利益 來考慮要不要接受哪一種 對 所以不需要他去告 相當的利益都要告 當然 當然 我等你還要 等你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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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市主代開口 那也不可以 不可以 因為 有喔 因為 我們要求他 我們要求他 要求他 這個金額 都是我自己的市民的錢 對 所以你也要保守得好 當然 等你還要合理合法 合理合法裡面 所以我們不要去那裡減 當然 我不會故意去刁難他 但是 相當不只可以搜尋好 好 但是這個 我看仲裁的人 都拍到 這樣不然 做生產 第一 自由教育 還有那個規格 再來我們 這個北斗 可以進行 從現在開始 進行的規劃 雖然那360萬 行政委 這個公文還沒有 協助下來而已 是 喔 因為我們 拜託 我們 後面在當時 這360萬 要開 要行政 那個公文 協助說我們要佔經 我們又有定案 對嗎 對 阿相信 拜託 你們比較沒關係 好 好 希望 你一定 在你的個性 你一定當時 可以 提標 我們盡量公文 行程 我們盡量看 但是有些 俗誤的 他要去評估 VTO等等 就要給他一個時間 那我們盡量把這個東西 在你這年 在你這年有辦法 我當然想盡辦法 對 就是這樣 那時間會有一個大計算 當然 因為在那 那大地的價值 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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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得了 對啊 那早上開始用 早上我還可以拿到 在這二歲 你現在從一年六九月而已 對 一年六九月而已 對 一年六九月 你這個幾月 對 對 重新 重新要去的應該 會嘛 是 好 希望一位諸所思想 我們推展會 以最快的速度來處理 但是喔 我們還要深重跟市長 跟你說一下 是 因為過去 南北東雙主持 南北東雙主持 這個大樓 市長大樓 過去 自身 加利市 加利市 風風雨 我們當初有說 過去說 欸 我加利市議會 所有議員 大家都有結局的地方 我相信 這個青蛇主青 我也不該解釋 我也不該解釋 啊 我是希望 未來 你這個案 你這個案 應該要劈勉 劈勉 劈勉 有這個風聲出來 大家說 啊 建局師 叫某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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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作成 這個案 其實齁 這個案齁 我只要說比較沉默 有應該有夠啦 齁 這不是很簡單啦 齁 當然 還是一樣啦 當然就是因為 一九十七年 九十七年開始 修容進行 他開始 到 英明市長 那時候 到英明市長 到英明市長 這個當中 你看 以前我們議會 大家這樣直線 講到南東 建局師 設計不良 最新耗電 最新綠荷 品質 鎮定的品質 有夠肉 那時候 風風雨 在市議會 我們每一個飛機 市場都在這裡而已 第一次 有你們說 你南東 一樣 跟北東的設計 都一樣 說 因為你指定 建議說 你動心 指定你這麼多 你動心 你六百度 要動心 幾月 動心幾月 幾月 差不多這樣說 幾月七八十回 都不會通過啦 齁 所以我還要這樣說齁 我不要說太多 因為等下 我們這位同事也要說 我要再這樣講 就是說 希望你這個案 未來你的代表案 要進來代表案 可以公開 公正 透明 不要去向佩儀說 我們有收到什麼好處 其實 以前我們不是說 持有收到好處 說二位收到好處 那二位大陸 還佩儀說 還佩儀說 我是希望說 你可以這樣 啊 你的幾月 當然你現在幾月 要比較承擔性 齁 你現在要用 什麼OT MOT 什麼ROT 這個案齁 MTO 齁 這個出餐案齁齁 他才有那個個項 很好 我們去東京你來看 東京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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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 我自己的觀光所在 他在市政廳 他是一個觀光所在 他應該你要朝這個方向 我相信 我這裡的董事 尤其我們議長 未來 大家可以說 看到一個新的 新的代表嗎 依我們的市民 來做一個新的代表 整個那個時刻 來設計 齁 這樣 阿公 好 繼續請陳信之議員 來發言 議長齁 市長 市府的主管 我們議員農林記者先生 小小小 大家好齁 相信 會知道 大家議員 對到我們的 北東大樓的關心 我現在不要再說 前進那裡 我現在 來切入主題 就是說 我們是希望 南東 蓋起來的時候 人們也說 這是蓋起來 不可以 流水也好 這個 耗電能量也好 一檔要一千萬的電池 裡面設備 有設備 就是有一些 真不好的 這個觀點 所以我們 市長呢 站在這兩檔 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是要怎麼來解決 跟要怎麼來處理 說我們現在還未來 北東要去 所以你們現在找到 這個 促餐 用VTO的案子 下去 處理這個問題 我現在要請教的 就是說 好 你們現在好 之前那裡覺得說 都不好 對到我們 市府也好 對到我們市民也好 不覺得說很舒適 我現在要請教的 好 你們現在用處理這個方式 VTO這個方式 未來 對到我們市府 對到我們市民 有什麼 這個優惠 還是說我們市府 可以在這個中間 我們市府有什麼需要 我們是不是請 公務處處長 你先來解釋一下 好嗎 請黎處長來回答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關心這個問題 這邊 還是很簡要的報告 因為 我們在思考這個計畫的時候 是想到說 這麼大的一個大樓 一個多功能的使用的大樓 未來它的經營管理 是相對重要的 會比我們南東大樓 現在純粹辦公大樓 是相對重要的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 引進民間的力量 來做經營 那因為剛剛 一開始早上的質詢 也有提到 它是有22種的選項 可以來做經營的 對 包括賣場 百貨公司等等 甚至要圖書館 等等這些 那因為它的業別 非常的多 所以由市府自己 本身來做經營 可能力有未來 但如果我們來委託民間 因為民間它有各式各樣的 這樣子的一個活力 跟它的創意 它可以來經營 所以市府在 如果我們可以用 促餐來做的時候 依據促餐的 這樣的一個 基本的原則 我們就可以請這個 民間公司 來把整個北東大樓 未來的這些 管理所需要的費用 由它來負擔 那當然廠商 它也不是做慈善事業 它也是希望有獲利 所以它會透過這些賣場 這些經營的這些手段 拿來獲利 那所以未來它的經營的 這些每年的營業額裡面 我們可以來跟廠商談說 你必須提供多少百分比的 這個費用 作為你經營這個賣場的權利金 所以相對的 市府不但 可以不必來編列預算 來做我們水電空調等等 這些基本的開銷之外 還可以來跟廠商分論 就是分享這個利潤 它經營有成 它的分享的利潤這樣子 所以基本的想法是這樣 路哥說好 照這樣來講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我們市府有一部分 進駐在北棟大樓裡面辦公 我們的水電會也都不必付嗎 對 我們都可以把這些 維護也都不用嗎 對 我們都可以請廠商來負擔這部分 都是由我們現在沒了 我們去的就是 比如說我們出土地 我們來去 去好 我們就是公開讓人 抽象委員會在錶嘛 沒錯 那錶到的人 所有以後的維護 水電 介入審不解 就是都會抽象 我們就都不必了 不必 就再說 阿倫孫來你請坐 謝謝 我是覺得說 如果照我們現在目前 南東算起來 一年我們的水電費 差不多一千萬 我們的維護費 吉他 離離陸陸的 這樣算算 我算算 我覺得說 如果這樣讓人 二十年 我們本錢就回來了 好 我們就是說 我們支出的這裡 一年我們有可能 到處理 我們現在南東 這個裡面 不管維修也好 水電費也好 差不多千萬萬 千萬萬 如果醫生這樣算起來 一年千萬萬 十年 就 一年 十年 說 再來 二十年以後 可能我們就 我們可以回收 這個 這個 所以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樣 他這樣 來算市政府 應該也是 算是 贏了 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 要跟市長 剛才議員說的 要跟你在一帶 交代 叮嚀 就是說 南東的大樓 開始設計 跟法包 跟現在還是 風風雨雨 風風雨雨 都一些 我們什麼的 目標 什麼的 很多 我們希望說 我們市府 現在再來 要來做這檔 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做主意 四個也好 要整個也好 我們要做主意 說 政政的 已經有發生這問題 我們現在還要做 絕對 五湯 有類似的問題來發生 我現在要向他請教 我們市長 說 我們現在要用次參的方式 來做這檔 北東的大樓 你的議定 現在要去幾樓 我們已經有 沒有預算 有議定說 我現在問題 我們南東 好像九樓 十樓 你現在這檔 蓋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幾樓 市長 你是不是已經有 這個 高雄 市長 市長 因為我不是專家 我們只是說 希望說 能夠變成交易的地標 像他當作參考業 這個地標 這個地標 當然需要 有一定的 你如果蓋得 那個 當然要蓋得 那個 這個部分 因為我不是 內行的 我等一下再判斷 所以我沒有跟別人說 這塊 如果要去幾樓 可以去幾樓 你知道嗎 我有算過 當然 這個部分 我們的文化術還會再延遺 我們做融資 這鎮壁是這樣 鎮壁 要是有想法 我希望鎮壁盡 不要超過40% 也就是說 希望兩千多坪來蓋就好了 最好要蓋三千多坪來做宿平廣場 這樣 叫北斗南斗 比較有一個 而且這樣看起來 比較有宿平廣場 對 所以蓋的部分 是第一坪 兩千多坪 可以蓋到多少 這會不用用融資力來處理 對 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這個中間 因為我們要辦多少 要做的時候 好像那個空間 在我們家裡 要辦多少空間 對 我們室內室外都不夠 都不夠 我希望說 現在這棟要蓋的時候 我們要去考慮到 兩棟要蓋的時候 中間是不是有一個 很足夠的廣場 對 我們要做一個 讓我們現在下的時候 就是市政中心下 晚上 人家在說 我們中山路 是一個很低點 很好 但是晚上都很暗 是 如果再說 照顧上蓋下去 我感覺說 以後 我們那裡 越來越美麗 對 就是晚上也不會暗 因為有商店 有什麼 有保衛生 都在那裡 要辦公室比較有 有 所以你如果這樣下去 我希望說 我們的空間一定要夠 是 空間如果有夠 晚上大家去那裡 吃東西 看一些麵 買一些東西 還可以到那裡走 這是最好 所以也希望說 你們可以想看有什麼 一個腳 對著我們家裡 是 統計有特色的 是什麼 可以做一個在那邊 後面也是 變一個 觀光的地點 沒錯 就是一定要這樣 希望說 市長 你對這個也很認真 很打招 可以把這個解決到現在 但是就希望說 議員一直在說 希望你跟郭建築師 好好的協商 協商不成 我們要怎麼處理 再再來處理 希望說 在核潛合理之下 我們也 可以讓人 我們就讓人 不要人 就不要刁難 我是不會刁難 所以這部分的行政姐姐 我們法律姐姐 都沒有關係 這些 未來前瞻性的 我們家醫師甚至 要找一個 一百幾多的 要辦一個 國際大型的 我們叫做 convention center 都沒有 會比較大的展示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 能夠做出來 兩千幾年 來去應該是還不錯 內部的空間很大 外面三千幾年 來做樹林廣場 這個應該也不錯 大方向我是這樣子 其他的就請建築師 動他們老街 希望說 我們把這個案子 好好處理 可以雙營三營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蔡英文請發言 主席 市長 各位我們市委官員 各位議員董寧 記者 秀者 先生 大家過早 我想我這樣聽 整齋棋 大家對市府的建議 都很正貧 大家都希望說 繼續棋 總是要拚免 一些不必要的困窄 所以我在這裡 我大概做政理室的結論 來跟市政府 這裡大家探討一下 在這裡我請教我們 我們行政處長 我們想要宗旨企業 你能夠 那個動機 跟那個科量 你能夠給我們三個理由嗎 來 處長 好 來 請陳寶東 市長 來 陳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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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你能夠九十七年 這個地方 總共有七十條 七十條的缺失 這七十條的缺失 七十條缺失 他們都有正式 新聞 你說三條 最具體 三條最嚴重的 第二個就是 剛才他們都有說過 就是能耗 耗能 耗能就對了 對 能耗 這能耗裡面 我們給 郵政部能源級 委託台灣 利能基金會 來賓國 我們當中的EUi 它就是電耗的指標 它到九十六點六三 標準是八十四 所以說能耗是一般 一標準裡面 就是多十五%的能耗 這最嚴重 所以一單的電費差不多在多少 一單的電費 我們大概獎金要兩千萬 現在我們這兩年來 有很多的 改選 現在台財一年 青銅盤 一平均一國 差不多要一百萬 過程還要一百五萬 好 第二 第二 第二就是老水這個問題 老水這個問題 在等九十四年來 我看這個資料 這八十七十行內 最嚴重的就是 八老九號那邊的老水 這原來設計 可能應該是設計的 開始有問題 所以開始使用後 這個沒有十六個改 甚至九年 九年放開裡面 都要老水 第三方呢 第三方就是 它這個維修 這個維修裡面 因為它的設計問題 我剛才沒有 不是這個材料問題 只有維修裡面 譬如說八老的電費 要收我們沒資料 是因為你的道車沒資料 因為那個報的文件 你沒資料 沒資料 接近 你在裡面沒有那些斷 會開 可以來維修這些電器 這個打開 我簡單說這三點 好 感謝你 來 這裡我請教 我們行政處理副處長 你看我台台頭目的 如果這樣 我們因為剛才 那些科良 所以必須說 我們把獎金獲獄 這裡我請教我們陳副處長 應該是都發處 不是行政處 是不是 坐在第三排 是行政處副處長 對 好 副處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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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副處長來回答 簡單 跟預言報告 我們這一次發文 跟郭志強建築師解除契約 我們是用契約的第七條 跟第八條的規定 那這個部分呢 是認為說 郭志強建築師 並沒有依照我們的要求 在期限內改善這些缺失 所以我們才解除 才終止契約 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有違法的問題嗎 沒有 好 如果這樣 我們 蓋終止契約後 所衍生的一些問題 最壞的結果會怎麼樣 最壞的結果就是 以訴訟處理 好 如果這樣 我們應該要倍 人的代表多少 依照我們的評估 大概在兩千萬以內 兩千萬以內 但是我們進行 就是說未來就對了 未來 好 如果這樣我請教 如果這樣跟郭志強建築師 所產生的糾紛調解訴訟 會不會影響 我們目前要規劃北斗的進度 會影響嗎 這和郭志強建築師的關係 我們會另行處理 然後不影響現在目前的進度 不會影響到 好 謝謝這個 來 我在這裡請教 我們公務處長請坐 我們李建勳處長 我們剛才議員都很關心 這個BTO的事情 你可以跟我們說 BTO的三個好處嗎 好 請李處長來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其實BTO如果我們把它拆開來看 就跟我們現在運動中心 我們先採用統包 就是所謂的BT 然後再委託營運管理 就是OT 那BT在這個辦理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用採購法來委託 這個民間來蓋的 那OT是必須採用處產法來做 那這個呢都是一種模式 那為什麼我會希望說 引進民間來做 就是用BTO的方式 其實是把這兩個 本來是會有兩個廠商的 這樣子的一個辦理方式呢 我們現在集合讓它是單一的 這樣的一個廠商來做 好 那有什麼 這樣的一個好處 第一個 它的界面減少了 因為興建跟營運的人 是同一個人 他們會自己去處理它的這個界面 好 那第二個呢 第二個 它的經營管理的風險降低了 因為在BT的過程裡面 我們可以先支付廠商它的興建費用 所以廠商 未來它的資金壓力會降低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案子呢 是相對可以成功的 那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市府的好處 因為我們可以請它來幫我們 維護管理我們的辦公空間之外 還可以去跟它來收取這個權利金 程序金可以從它的營運的這個費用裡面 來給它抵減掉 所以我們會有收入 如果這樣BTO之後 有什麼我們要考量說 它的比較大的地方嗎 當然所有的案子 就只有一個最大的關鍵 就是我們要選出好的廠商 好 如果這樣我請教 就是那個過程要很謹慎 要很謹慎 我要請教 在我們台灣目前 有BTO的案子可以參加嗎 應該是有 不過辦公廳設目前應該是沒有 外國有這個例子嗎 外國有很多 我舉個例子 你舉三個例子 簡單就好 三個例子 因為我在兩年前 在財政部的時候 有辦一個國際研討會 國際研討會 那時候來的時候是澳洲 澳洲他們有一個法院 就是採用BTO的方式來蓋的 他除了發言的功能 還有做什麼多樣的功能 法院呢 這個興建完之後 提供法院必要的這些服務 包括影印啊等等這些 那另外他就像我剛剛講 他提供有商場 會來使用 賞品帽就對了 對對對 第二個例子 第二部分呢 我知道是韓國 韓國其實在過去幾年 他們在促餐 就引進民間的這一塊 他們花很大的力氣 BTO的案件呢 大概有兩百多件 在我的資料裡面 查得到的有兩百多件 那他們包括一些公共的設計 像機場啦 港口啊 甚至他的捷運啊 甚至他的下水道啊 都是採用BTO 或者是他們叫BTL 那又是另外一種模式 但基本上 都是民間來參與的 所以外國像這個禮就對了 應該說非常多 他運作也有成功嗎 這我不敢說啦 不過台北都成功啦 台北都成功 好 這樣我們就是盡量要經濟的油點 對 類經濟的經驗 要來修飾我們自己不足的地方 沒錯 謝謝 在這裡我請教指定 如果這樣整體聽起來 就是說我們有很多苦 所以來終止企業 終止企業之後 我們也在法律上 我們有司法性 當然 就像剛才英宏議員 行李議員說的 我們改動要補充人 我們要補充人 不要讓威勳 不要讓吃虧 我們來朝向一個新的前瞻性的方向 我們來整個 我們新的北斗的大樓 在這裡我們這機會 很肯定 很支持 在這個前瞻性 新的北斗 要運作的經營資 你可以幫我們做幾個活力嗎 來市長 請圖市長來回答 謝謝 那主席 蔡文新議員 還有多位議員 發言的諸詞 這位的市長 人民選出來 這叫解決問題 那很希望說 這個變成我們這一屆的議會 以及我們這一屆的市政府 這個千人老案解決掉 那這個 如果解決掉 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也是我們共同的光榮 所以我是覺得說 非常非常的感謝 那當然這裡面 邊編兩路 一路就是 總量讓原來的 這個郭祝強建築師 能夠得到他 應該有的潛意 不要說 好像他都感覺到 市政府在跟他刁難 所以他在家裡的時候 也有這個議書 怎麼這個都刁難他 幾十次 說這個 講刁難也太嚴重 但是我們是不會刁難 但是我們也不能為了他的潛意 犧牲市民的納稅人的錢 所以這個部分 我為什麼一直很不喜歡去批評 除了大家講出來 這幾個契事以外 不像外面一直講 這個當地裡面有什麼 不好不好不好 就是 避免 過度的那個 講人家的壞話 以後要受傷的時候 造成一些 比較困難 我們是類於 讓他 得到他應有的潛意 這個博士希望能夠 他們能夠 好好解決 當然他一定會 不高興啊 這個離婚的時候 兩個都是講壞話 雖然你竟然不講話 那這樣子總不是一個 辦法 但是他要去 用他的潛力 所以我們會主要被動營運 那我 就是你要跟李恩說 我應該有的公認都有啊 你為什麼 香港想要換別的男人 我們不是 因為兩個人 如果外場更難多 那有時候也不得解決嘛 台灣的離婚率高達40% 大概也是這個道理嘛 那這個 我們也搞不清楚 當初為什麼會解決嘛 所以當然現在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是希望能夠好祭好善啦 如果能夠這樣的話就解決 那第二部分才是說 好那既然解決了 再來總是要做得更好一點點嘛 這個火長高興我們議員 都講到其中的增節 其實不是太是VTO VTO的這些 其實這樣增節就是說 要公正公開公平 對 那這個部門呢 我們一定是要這樣 甚至如果可以的話 開國際國內聯合標什麼 都沒有問題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 變成我們地標 變成這一屆議會 跟這一屆的 市府的共同光榮啦 對 那這樣人家才會說 喔對 我們要地標 不然還要蓋那個 別人的男動 還更難看得到 那當然可以啊 所以這個部門 我們最重要的事是說 絕對 對外界先訴很清楚 絕對不吃不貪 絕對不可以拿人家很薄 那至於以前是不是有這種雜音 這個因為 不知道我認讓 我沒想到 請問主要是這樣啦 議會的立場 就是說 三個原設定 好好處理 對 不要有什麼複雜的雜音 對 第二 我們把事情做好 都合乎法律的要求 對 第三就是說前瞻性做好 因為這我們在台灣 都沒有這個例子 所以大家比較會在那裡 考慮說 我們就沒有經驗 所以一開始就要做這麼大 我們要公開 透明 謹慎 對 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 對 因為喔 脫脫塌了太久 有時候雜音一大多 對以前的議會和政府是不公平的 這個因為我不太好 我不能去剃掉 說沒有沒有 有沒有沒有 但是這個亂講是不應該的 不過 我們現在就很清楚的 絕對是公安公平 只要我們把這件事情做好 以前的雜音自然也會消失啦 所以我不能用說我們偷偷拉拉 對 只要我偷過去我沒有做 我自討沒有拿紅包吧 如果這樣通往 我不敢這樣做啦 我們還是積極認識 但一旦做完 應該 反而是大家都是就在歡喜 反而雜音都會減少 所以 以免以免好 可以做好 可以做我們改進新的地標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蔡文旭議員 那麼後續終於不發言了 好 各位同仁 那麼今天現在的時間是12點16分 今天上午的議程到此結束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呢 我們下午是小組活動散會